淡水新市国小创校初期就成立了足球校队 筹备到培训学校的足球校队到现在 更踢出许多国内外的比赛奖杯 而今年7月初更远赴欧洲奥地利 参加上奥杯的国际足球比赛 校长表示这是新市国小的小朋友 首次参与国际大型的比赛 而今年的上奥杯 共有9个国家19支队伍来参赛 而新市国小就拿到了第4名的夹击 19个球队 其实我们打第4名 其实我觉得非常光荣 也非常兴奋 只是过程中有点可惜 我预估 听说大会也这样预估 说新市国小应该是打冠亚军的 那会之所以稍微 没有很好的成绩是 因为我们学生水土不服 因为总是到欧洲的气候还是有差异 就希望新市国小的球队 能够带动整个淡水区足球的发展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把球队发展很好而已 我们希望新市国小的孩子都会踢足球 同时淡水区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热爱足球 校长表示 其实能够到足球发源地欧洲国家来与当地的小朋友们比赛 不只是展现新市国小的足球实力 更能够学习到不一样的技巧与战术 而教练说虽然这一次在上奥杯争夺前四强的比赛中 因为伤兵问题只拿到了第四名 但也是这群小将们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我们这次的成绩是第四名 就是所谓的电军 但是大会会长看了我们前面两场比赛以后 他就有跟我们说 我们应该是这次H组里面最具冠军的队伍 但是因为在重要的两场比赛 一个四强交叉赛 然后主力相继的受伤 然后主将发高烧 所以后来就输掉最重要的两场比赛 所以才会去居第四名 那在这一次呢这些孩子 在7月20号荣誉归国 这好不容易能够去参加奥地利 这样的一个这个组别呢 有九个国家十九支队伍 我们能够获得了第四名 这样子一个殊荣回来 我想其实八方云集 只是帮助他们一点点的一个力量而已 其实大部分还是靠这些孩子 真的很专注用心 然后为国家为学校 其实要出国比赛 而且要能够拿到公费补助 要先参与国内比赛 两个足球协会的前两名 而新市国小 今年更有九位球员 加入全国中华足球协会的精英计划中 在全国只有五十位 里面就占了九位 而此外这一次的出国比赛 小朋友的经费 可是由八方云集来赞助 希望能够让他们在比赛时 无后顾之忧 而校长说这一次比赛拿到第四名 不只是期望明年有更好的成绩 更期盼能够带动淡水的足球风气 这就是端一淡水采访报道